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2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本周一东航的波音737飞机 发生致命的坠机事件之后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着手升级驾驶舱的安全协议 东航现在要求驾驶人员 有两名高级机长 和一名高级副驾驶组成 或者有两名飞行教官 和一名高级副驾驶组成 在坠机事件之后 东航周二停飞了所有737-800机型 取消了数千个国内航班 救援人员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 也还没有找到黑匣子 此事也惊动了朝鲜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今天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已经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最近的中国客机坠毁事件 表示哀悼 今天白宫表示 预计本周四 拜登和欧洲盟友将会宣布 针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措施 以及防止俄罗斯逃避 经济制裁的新措施 拜登将会前往欧洲 出席北约紧急峰会 七国集团会议和欧洲理事会会议 沙利文说 各国领导人还将讨论 如果中国向莫斯科提供援助 将会如何应对 拜登希望赶在欧盟与中国领导人 4月1号举行峰会之前讨论此事 沙利文表示 我们相信我们与欧洲伙伴意见一致 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 以同一种声音说话 同时他澄清 目前没有看到中国向俄罗斯 提供军事装备的任何证据 此前美国总统拜登警告 中国如果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会引起美国采取应对措施 这些对中国的警告 也让亚洲小国感到担心 东南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举办两次会议 20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论坛 以往这些重要会议会将 拜登 普京和习近平聚集在同一屋檐下 现在即将举办这两个峰会的国家 印尼和泰国开始担心被夹在中间 他们甚至不确定普京是否会出席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印尼外交部长马尔苏迪 私下对美国威胁 要对中国时12级制裁表示担忧 因为印尼领导人认为 北京对战争的立场是中立的 知情人士说 虽然印尼正计划欢迎俄罗斯 参加G20峰会 但是他们担心美国会加大施压 要求印尼放弃不结盟政策 消息人士称 印尼现在希望将议程限制在 讨论经济政策 医疗健康和气候变化上 另外泰国也在担心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 因为俄罗斯参与而抵制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泰国将会被迫选边站 这种不确定性凸显了乌克兰战争 将加速全球经济裂痕的风险 美国尚未具体说明 与俄罗斯的哪些商业活动 会引发二级制裁 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 今天在一次会议上说 即使在入侵乌克兰之前 多边世界秩序 就已经因为大国之间的 战略紧张局势 而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 当前的危机将进一步 加剧这些裂痕 并且对国际法治构成严重威胁 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后 俄罗斯于2014年 被驱逐出了八国集团 尽管如此 将俄罗斯从G20 或是亚太经合组织中 剔除要困难得多 因为后者拥有更多的成员国 其中还包括普京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中国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筹备工作 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目前还没有将任何话题排除在外的讨论 印尼外交部则表示 印尼确实担心 乌克兰冲突可能会转移 二十国集团会议的重点和合作项目 上周中国外长王毅与印尼外长马尔苏迪进行了通话 王毅谴责使用单边制裁 并且呼吁印尼利用其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的权力消除干扰 王毅还说 该地区应该防止集团之间的对抗 避免让中小国家成为大国对抗的工具 印尼总统在乌克兰战争后 立即在推特上发表了停止战争的言论 但是印尼并没有直接批评过莫斯科 虽然俄罗斯只占印尼贸易的一小部分 但是印尼的国有能源公司 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 建设价值135亿美元的炼油厂 同时东南亚各国也可能不太愿意 与最大的武器来源国断绝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俄罗斯占该地区武器来源的四分之一 尤其是印度和越南 他们仍然绝大多数的武器依赖俄罗斯进口 美国除了批评中国的态度之外 还称印度对战争的反应不稳定 但是印度官员相信他们不会面临制裁 因为美国仍然将印度视为对抗中国的重要伙伴 拜登本周的欧洲之行 除了商讨对俄罗斯的新制裁之外 美国和盟友还计划宣布一项新行动 旨在加强欧洲能源安全 并且减少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随着夏季驾驶季节的临近 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在连续11周上涨之后 过去两周一直处于历史高位 美国能源署称夏季汽油的生产成本更高 最近可能导致更大的价格反应 影响普通汽油零售价的一些主要因素 包括炼油 分销和营销的成本和利润 另外税收也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高通胀的情况下 美国一些立法者已经提议停止征收汽油税 同时白宫还在同一天宣布 拜登的新闻秘书普萨基今天新冠检测呈阳性 他将不再与拜登一起前往欧洲 而就在昨天周一普萨基和拜登进行了两次会面 他在推特上称 他与拜登的会面保持了社交距离 因此拜登不被视为密切接触者 这是他五个月内第二次新冠检测呈阳性 中国政府最近一直在加紧努力 确保中国公司可以继续在美国上市 路透社独家消息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要求 包括阿里巴巴 百度和京东 在内的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准备好更多的审计披露材料 两名消息人士称 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 允许美国监管机构检查一些 中国公司不涉及敏感数据的审计文件 为此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 本月早些时候召集了中国的顶级互联网公司 包括百度 京东和阿里巴巴 他们被要求准备好2021财年的审计文件 并且准备好美国监管机构 可能会要求更多的披露材料 同时监管机构告诉这些公司 在与美国监管机构沟通的整个过程中 如果对任何事情感到不确定时 最好寻求中国监管机构的意见 中国的最新举措表明 北京愿意做出一些让步 以解决长期存在的中美审计僵局 该僵局已经危及美国投资者 对中国公司数千亿美元的投资 如果中国公司的审计记录 坚持无法供美国相关部门检查 那么美国正朝着将中国公司 赶出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方向迈进 去年1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敲定了 根据外国公司责任法 将中国公司除名的规则 并且表示已经确定了273家存在风险的公司 但是没有具体点名 而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证监会首次点名了 其中5家可能面临退市的公司 包括肯德基的运营商百胜中国 和生物技术公司百季神舟 中国证监会将美国证监会的举动 描述为是正常程序 并且表示 有信心与美国同行达成协议 解决争议 三位消息人士称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 正在与美国上市的国内公司 就更多的审计披露进行商讨 长期以来 华盛顿一直要求完全查阅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账本 但是北京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外国检查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文件 根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网站 中国是唯一拒绝美国进行监督的管辖区 跟踪中国公司的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 在过去12个月里下跌了近60% 为了平息投资者的担忧 中国副总理刘鹤上周表示 中国和美国监管机构 关于上市公司的会谈已经取得进展 双方正在制定具体的合作计划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